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大家好!我是黄宇泽 今天我要为大家说的故事是 猴子的心 大家知道猴子住在哪里吗? 对!猴子住在树上 那鳄鱼呢? 没错!鳄鱼生活在水边 可是他们竟然能成为好朋友 你相信吗? 别不信! 这里就真的有一个鳄鱼夫妻 猴子交上朋友了 这对鳄鱼 太太叫鳄鱼泰 老公叫鳄鱼公 这鱼泰是个专爱吃动物的鱼 什么羚羊水牛斑马骨鱼 几乎所有动物的鱼都吃变了 唯有一种鱼没吃过 什么鱼?猴子鱼 老公 我好想吃猴子的心哦 你去抓给我啊 老公 不要闹了 猴子住在树上 我又不会爬树 你要我怎么抓呀? 哎呀!这还不简单吗? 你去跟他交朋友啊 等他相信你了 你再把他骗到枣河里 不就抓到他了吗? 有道理?好!我去试试 于是 这鱼公就出门去找猴子啊 走了不远 就看到猴子阿牧在那摘香蕉 喂猴子 我是鱼公 你叫什么名字? 这猴子也没理他 喂猴子 你手上抱的香蕉太多 摔到地上都摔烂了 不如你把你摘下来的给我 我帮你放到地上 这猴子和鱼公想想 你会不会把我的香蕉给吃掉啊? 啊? 不会 我只吃肉 对蔬菜水谷 没兴趣 好吧 于是 阿牧正大嘴等着 阿牧手拿一个焦蕉 就要他嘴里塞 突然 水凶 香蕉砸在阿牧的头上 阿牧的嘴又迷闭 很生气的说 你干嘛啊香蕉打我 我不是是你 好臭 你又很臭 等着 不吃蔬菜水果就会有口臭 你密切就闻不到了 嗯 好吧 去 在鳄鱼公的帮助下 阿牧摘了很多香蕉 鳄鱼公还帮他把香蕉运回家 狼狼狼的马声大喊 鳄鱼公说 热死了 不如 我们到沼泽里洗澡 怎样 沼泽 我没洗过沼泽 那你就太逊了 沼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 那里千禧百万什么都有 有香蕉吗 沼泽中央有一组小岛 岛上有千禧百万的水 有金山山的鑽石香蕉 香蕉牛奶温泉 还有足球一样大的苹果 和沙巴一样长的西瓜 还有藤骨森林 沼泽的口水流流下来 走 我带你去看看 怎样 看完好啊 你跳到我背上来抓紧咯 于是 沼泽带着阿布到了沼泽里 有了好一阵子 都没看到小宝 那沼泽呢 还要多久才能看到小宝啊 沼泽 沼泽 你傻呀 告诉你 我帮你搬去那些烂香蕉 是为了骗你到沼泽里 因为我老婆 想吃你们猴子的心 想到要发功了 我说阿布听了 那脸绿啊 你还没熟的香蕉还要绿 可是现在能走吧 害怕也没用啊 于是他说 原来你是想要吃我的心啊 早说嘛 何必要麻烦呢 我可以给你一颗啊 我老婆子不只有一颗心 有三颗心 三心而已嘛 给你一颗心小泽子啦 哦 那太好了 你拿一颗给我吧 嗯 可惜 你现在没讲清楚 所以我没来清楚嘛 好 你们猴子的心 不在身上 嗯 你深刻都在 打瞌睡滑手机啊 这样更加我们猴子的心 从来不在身上 游记沉永远的什么 心不在掩饭 你就是在醒了我们猴子啦 是啊 那现在走吧 我带你回去拿心 好快 于是鳄鱼公飞快了 游在外边 阿波从背上跳下来 一溜椰子爬上去 帮了一颗大椰子往下拥挡 椰子砸在鳄鱼公上 鳄鱼公痛哭了 啊 笨鳄鱼 我一起告诉你老婆 猴子的心是聪明的心 他吃不到的 耶 耶 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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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